接下來做一些練習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反應 其實按照你目前的程度也是可以選 因為你目前沒有學過電解 你目前沒有學過紙畫 你目前也沒有學過糟化 所以都沒學過 所以不可能這個答案 這個叫鹽酸加酸 這個酸加酸叫做酸減中和 所以鹽酸 所以叫酸減中和 所以答案就豬 簡單小事情 OK 好 來 沒有酸減中和 這裡誰沒有酸減中和 巴士酸減中和 這個我剛才都 剛才基本上有兩個選項 是剛才舉過例子的 有兩個選項是剛才舉過例子 誰 巴士 巴士 來 可愛大帥哥 大帥哥叫做 29 29 29 誰啊 哪一個 5 豬 請坐下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豬 嘴巴吹氣 是二氧化碳 容易水變碳酸 碰氫氧化鈉 叫做酸減中和 這個草木輝剛才舉過例子了 胃藥剛才也舉過例子了 就是它是酸減中和 軟軟包是鐵氧化 鐵粉氧化這以前講過 然後呢氧化放熱 它不是酸減中和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豬 OK 好 下一個例題 有相同末數的這兩個混在一塊 請問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好來 這要酸減中和 OK 然後呢是放熱反應 它不是可逆反應 可逆反應要到後面 這一次斷烤 但是後面才會交 後面才會交 所以A跟B都是錯的 然後會產生鹽巴 等一下會再特別跟你提 產生鹽巴 電解質烤可導電 所以是錯的 所以呢 一個氫氧化鈉解離出 一個氫氧根 一個鹽酸解離出 一個氫離子 所以氫氧化鈉跟鹽酸的默 如果一樣 就表示氫離子的默 跟氫氧的默 也是一樣 那就叫做恰好中和 恰好中和 恰好中和 然後我們說 國中交的都是強酸中和強檢 出來就是中性 高中會告訴你 酸檢中和出來的東西 不見得是中性 那是高中以後 我們目前為止都是強酸中和強檢 所以都是中性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豬兒 這裡有個重點 就是我剛剛給你寫這個 告訴你 要注意一個氫氧有幾個氫氧根 一個氫有幾個氫離子 氫氫剛好中和是氫離子的默數 等於氫氧根離子的默數 OK 好這樣子問你會如何如何 有些是不用算的 有些是要算的 有些是要算的 OK 請問你會怎樣呢 好 停車戰界問 停車戰界問 可愛小女生 你的答案 可愛小女生叫做六號 六號 六號 六號是誰 你有答案嗎 你的答案選B 請坐 你的答案選B 請坐 你的答案選B 這是酸鹼中和放熱反應 溫度會上升 所以A錯 題目 我根據鹽酸的濃度跟體積 我算出鹽酸有0.1末 那麼一個鹽酸有一個氫離子 有一個氫離子 有一個氫離子 所以也都是0.1末 同理你可以算出來氫氧化鈣應該有0.1末 但是要注意 一個氫氧化鈣有一個鈣離子兩個氫氧根 所以氫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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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這裡也沒有剛好中和啊 因為氫離子是0.1末 氫氧根是0.2末 一個配一個配完之後 還會剩下氫氧根0.1末 所以表示偏什麼性? 鹼性 可是它偏的是鹼性的 氫氧根過量是鹼性的 所以B是錯的 它沒有成中性 它沒有剛好中和 就是跟你提醒過 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所以只有剛剛算出來的結果 鈣離子跟氯離子的數目一樣 0.1末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豬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 在這個練習裡面 最重要提醒你 做酸檢中和 如果要計算 要注意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然後酸檢剛好中和的時候是 氫離子末數等於氫氧根離子末數 OK